在昨天北部的朋友可能都发现了 这个雨啊下的又急又快 甚至呢家附近有没有淹水的状况 这个是在昨天呢 这个强降雨一波下来之后 现在就发现提供辈啊 感谢你下雨 但是落不到地方了啦 北部下到呢 你看中小东路必须要有九遍了 三个小时灌进了300毫米 这样的一个及时雨量呢 哪一个城市真的都没有办法排除 还好的是最后水泄的很快 没有造成什么样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就让很多人 现在是可能停班停课在家里头 又或者是这店没办法开 又另一波的灾情 而在这一波雨当中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中南部纾困 后来发现中南部有些地方还是没下雨 九个水库仍旧是亮红灯的 来看到昨天一天累积的水量 在北市的大安区下最多了 367.5毫米 那么南投竹山呢也有上看321毫米 台北信义区同样是冲的很前面 还有台北市的闻山区 看得出来在中部呢 除了南投竹山跟云林谷坑之外 很多地方其实可能没有实际太多的降雨的帮助 也因此北市水库新山水库现在都已经加满加到了78% 87.4% 但是呢在南部的地方台中的德基水库 还有哪里林谷坑水库呢稍稍进账 变成了二位数14.1% 但是还是很多地方持续的在缺水当中 未来呢这一个星期说梅雨封面滞留会在徘徊 再灌9天拜託提供杯啊 跨情凑 这边很多地方还是没水的状况 能不能尽量下在这一些地方呢 至于在今天的状况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呢 现在都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 有大雨或者是豪雨 另外南部的山区则是有局部大豪雨发生的几率 那么到了下个星期 礼拜二到礼拜五是有梅雨封面 虽然是逐渐的北移 但是台湾附近水气还是很多的 天气呢就比较不稳定 午后容易会有强对流的发展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剧烈气候 而这一波的这个滞留封面所累积的 大量降雨跟上一波比的话 基本上伯仲之间啦 也就是呢大概都是有这么多的雨水 可以来降在台湾土地上 再加上这么多日的午后强对流 希望对于我们的旱象可以有进一步的疏解 当然下对地方很重要了 而至于在昨天只要带您看到这个新闻画面 因为昨天台北市真的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变小河 洪水滚滚但仔细看这画面 却出现捷运站出口 车辆开过激起阵阵水花 这可是台北京华闹区中小登陆 午后暴雨狂炸步道 一个小时 原本高龙林立的台北京华地段 现在搭配的却是高高的积水 马路边河流的还有台北医学大学附近 泥水往道路边泼洒水都淹到了小腿肚 但这位身穿蓝色上衣的女子撑着伞 倒是显得很淡定 继续向前行 和这场暴雨形成强烈反差 中校东路五段淹大水 台北市区全都被污浊雨水淹没 俯瞰路上公车泡在路中央 就好像在水中游 一辆辆汽车公车排排站 就算放慢速度也要向前走 不说以为他们在玩飘飘河 不游道路全都看不见 只是下浑浊的雨水 让附近周遭的商家和民众 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店家老板显得很无助 想护住生财工具 却完全挡不住大雨侵袭 更不要说 骑楼下整排机车 全都侧倒泡在水中 镜头在转到永急路 小货车开过 积水淹过半个轮胎高 让不少骑士根本来不及反应 机车有得敌不过大雨侵袭 硬生生躺在雨水当中 根本动弹不得 开车民众目睹这惨况 简直惊呆了 机轮路往台大方向 也不能幸免 骑士动弹不得 干脆跳下来牵车 寸步难行 早下午这场大雨 让台大观测站测到每小时 狂炸209毫米雨量 和1974年时雨量 214.8毫米非常接近 直冲史上第二 差点就要破纪录 车全毁 车全毁 超夸张 夸张 还有文山训的民众 在家里惊声呼喊 因为大雨淹到家里头 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事 让首善之都台北市 成为水都威尼斯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